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生活作风腐败的官员仍然前扑后继 今天这里咱们不去探讨贪官产生的原因 咱们只是来聊一聊贪官这个群体中女性贪官的丑恶行径 曾经有人统计过几乎所有的女性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由出卖摄像开始得到重用和升迁 等到手中有了权力以后就大肆贪污受贿 不计后果 大小通吃 而且在两性关系上也肆不忌惮 荒莹无度 有媒体曾经列举了中国的十大女性贪官 荣登榜首是一个叫蒋燕萍的副厅级干部 这位蒋燕萍除了和其他贪官一样的贪婪无度以外 他还有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绝杀计 任何男性官员在他面前几乎都是缴械投降 甘愿带倒在他的石油群下 无论是吞建他当仓库保管员的公社书记 还是后面的大领导 甚至为了在法院判决以前得到缓刑 能够迅速的拿下看守所的副所长让自己怀孕 真可谓是手段独特 无坚不摧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位只有初中文化成熟的女人 是怎么样只用了短短13年的时间 从一个仓库保管员升到了副厅级的干部 以及他的40多位情妇中在他的生活经历中起到关键性的几位男人 欢迎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点击小铃铛 这样您才不会错过老朱给您奉献的精彩故事 这位蒋燕萍出生于1959年 除了身材火辣以外长相确实一般 他17岁的时候来到了湖南的查林县农村插队当之亲 蒋燕萍在插队的时候发现有一位公社的领导 会经常时不时的将目光停留在他的身上 目光中的含义 蒋燕萍心知肚明 很快这位公社的领导成了他的第一个男人 仿佛在他身上有一种天生拿捏男人的本领 这位31岁的公社书记 对这个17岁的蒋燕萍是有求必应 言听计从 第二年蒋燕萍就会遭到了湖南湘潭的某工厂工作 脱离了农村插队的贫苦生活 这个算是他人生起步中的第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不仅以他保持了几年的两性关系 而且向他传授了许多中国官场的潜规则 甚至还送了一本当初的禁书 金平没给他 这个男人应该算是他的启蒙老师了 很快1978年 一位重要的领导要来工厂视察 蒋燕萍知道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一下 获得领导的赏识之后 就能够获得更高的职务 当天他就打扮得非常漂亮 故意在领导面前端茶倒水晃来晃去 多次引起了这位领导的注意 当天晚上蒋燕萍主动的找到了领导 到了领导的客房 他要汇报思想工作 当然这位领导对于投怀送报的蒋燕萍是来者不惧了 在这位领导的帮助下 1982年蒋燕萍叫往长沙 在湖南省建工集团六公司下属的碧波商场 当上了仓库保管员 很快 蒋燕萍就用美色诱惑了仓库里的一位副主任 在这位负责人的提拔下 蒋燕萍25岁就当上了商场的总经理 蒋燕萍深深知道利用摄像这一招特别好使 手中有权力的男人 成了他的人生意在 其中有一个关键的人物 蒋燕萍拿下他就颇有戏剧性 这位高官就是湖南省纪委的副书记姓陈 蒋燕萍在事先搞到了他的手机号码以后 打电话给他 说要当面举报某领导的经济问题 因为在某一天的中午 蒋燕萍到他的办公室 坐在了这位副主任的对面 还没有开始汇报工作 蒋燕萍用余光看到了这位领导办公室旁边的一扇小门 里边有一张单人床 床上堆了很多的被褥 胡乱的堆着 那个时候有许多的领导在办公室里都装修了一间休息室 共中午或者是晚上加班以后休息 蒋燕萍起声说 领导 我先帮您整理一下床上的被褥吧 说完就直进 走进了领导的这间休息室 这位陈副主任心里明白蒋燕萍的目的 刚开始他心里还是拒绝的 因为这位纪委干部或多或少的听过一些蒋燕萍的传闻 知道这个蒋燕萍不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但看到蒋燕萍整理被怒的撩人知识 领导按捺不住就跟进去了 两人就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此处老猪就省略三百多次 后来这位省纪委的副主任 在蒋燕萍的提拔和敛财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单是从一家公司抢来的装修项目给了蒋燕萍的妹妹 就让蒋燕萍的家人赚了好几百万 正当蒋燕萍在师徒上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 结果东窗事发了 办案人员从他的家里收出的现金就达千万之据 其他的财务也不计其数 蒋燕萍被逮捕送到了汉寿县的看守所关押 他听别人说 以他贪污的金额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比较大 唯一能够改变判决的只有怀孕 法院肯定不会判处他的死刑 这样他就还有活下去的机会 他的那些老情人也许还能把他给捞出去 可蒋燕萍怎么才能够在看守所内怀孕呢 看守所是严禁女犯罪嫌疑人 与男犯罪嫌疑人有任何接触的 而且管理监仓的管教也通通都是女性 这让蒋燕萍犯了难 一次看守所的领导来监仓检查清洁卫生 因为有上面的领导要来监狱视察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中共的所有单位 如果有领导要来视察 大搞卫生是避免不了的 在一般的看守所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残 都不允许理性犯人 带自己在外面带进来的凶罩 蒋燕萍注意到 副所长万江的目光 在他的胸口上飘来飘去 以他丰富的经验判断 这个副所长有戏 一次蒋燕萍借口肚子疼 到看守所的医务室去检查 碰上了这位叫万江的副所长 他告诉副所长 他有重大的他人贪污受贿的线索 要向副所长单独汇报 这位副所长答应了他 把他带到那间最靠里边的审讯室 听取了他的汇报后 两人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 后来的事情朋友们不用我说 都能够知道了 蒋燕萍成功怀孕了 死刑改判成了死缓 当然死刑报后以后 这位副所长也受到法律的陈储 一个小城市的初中文化程度的 普通女人长相平平 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13年之内 从一个仓库保管员 晋升到副厅级的干部 大家都知道按照中共的公务员法 领导之路被清晰的分为十级 从最低的乡科级父子到厅局级父子 中间隔了有县处级正子和县处级父子 以及乡科级正子 从普通百姓成为公务员 算是完成了官员晋升的第一步 在具备学历的条件下 晋升乡科级父子领导职务的 起码要担任科员级职务三年以上 但晋升领导职务并不是一种必然的需要 至少要经过三道程序 民主推荐 组织考察和集体讨论决定 那么蒋亚平从一个仓库保管员 到副厅级干部 在他的事故上 有多少人为他保驾富航开绿灯 这些人如果只是贪恋蒋亚平的美色 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初中文化的女性确实是长相平平 既没有荣誉的文化熏陶 更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那个方面的训练 那么那些手里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 为什么就甘愿听命于他 为他安前马后的效力 我想应该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 蒋亚平除了和他们上床以外 还有很多的金钱交易 在蒋亚平的判决书上就有一条罪状 叫做建少贿赂罪 所以这些领导不仅仅是蒋亚平的信办 还是共同求财的合伙人 第二 这些以蒋亚平先后发生过关系的 40多位的领导干部 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和先进性 那就是不顾廉耻 毫无责任心 及时行乐 荒淫无度 以手中的权力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交换筹码 就是这样一些人 他们统治着中华大地 就是这样一些人 他们吸食了人民的血汗来让自己娇奢云衣 反过来用残忍的维稳手段来打压人民 就是这样一些人 他们把自己和国家混为一体 说自己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也就是这些人 他们才是毁掉中华民族的罪亏祸首 好 朋友们 老猪说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在这里 我每周礼拜二 礼拜四 准时在这里和大家相见 欢迎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击小铃铛 好 朋友们 咱们下期再见